今天的发烧话题我们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新冠肺炎疫情升温 全台湾第三级警戒延长到6月14号 台大工卫学者陈秀希分析 台北市快筛站阳性日有回升的趋势 推测可能还会有下一波的流行 重症感染科权威医师黄利明也指出 现在谈疫情受控还言之过早 因为其他行政区的个案开始增加 至少要观察三到四个星期才会比较明朗 5月28号宣告解除三级警戒正式破局 其实看在工卫学者眼里都在预料之中 因为看看本土疫情热点台北市 从14号万华群居案爆发后 快筛占阳性率从11%一度下降到4.6% 但近期又回升 因此学者推测可能还会有下波流行 像新冠肺也有一点往上飘升的这样的一个味道 所以才会觉得就是说 他很有可能会有小破的流行 不会像万华感染的这一波的流行 这样的一大流行 专家认为6月中旬病例数才可能下降 重症感染科权威医师黄利明也指出 现在谈疫情受控还言之过早 虽然以万华群居为中心的疫情高峰有趋缓 但其他行政区的个案却开始增加 也导致下一波疫情难以掌握 恐怕要再观察三到四周才会比较明朗 第一个总人数没有下降 第二个有病人的行政区域在扩大 这整个看起来疫情又不像是完全都能控制的感觉 我们至少要再观察三到四个礼拜 才能知道这个疫情有没有得到良好的控制 可能筛减的范围扩大 应该还会再新增一些这个额外地区筛减出来的个案 所以预期有一些个案数的成长也是合理的 这个高峰我们要估计哪一个日期的话 我想现在还没有办法做这样的一个预测 部分医界专家推测可能还会有其他疫情高峰 要守住防线 关键就在民众有没有落实防疫措施 不能再爆发其他疫情热区 医师也建议 只要地区有出现确诊者 就要增加筛减幅度 早期诊断 以免又再掀起一波流行 锦绿五祥三台北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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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